去年七月 花蓮一所育嬰中心 發生女嬰死亡的案件 家長控訴孩子哭鬧二十幾分鐘 卻不見保姆安撫 最重要的監視器畫面 又被一顆球擋住 目前案子已進入司法程序 但該育兒中心評鑑 還停留在一百零青年家等 跨年共有四家公托 五家私立拖映中心 已規定三年必須評鑑一次 但所有資料都停留在一百零七年 長達五年未更新 家長該如何選擇托付 目前國內拖映中心的評鑑 規定 續設立許可主管機關 也就是縣府社會處 每三年評鑑一次 縣府表示 主要是受到疫情影響才會停辦 今年已恢復評鑑 今年我們已經籌備好了 那也完成了今年的評鑑 那這個現在是結果的部分 那我們承辦科會盡快的來上傳 另外針對準公托幼兒園的設置安全 議員要求縣府能參與一起前往視察 但縣府表示必須尊重私人單位醫院 縣府無法要求 原始新聞綜合報導